嘿 问大家两个问题啊 当下的旗舰安卓芯片是什么 搭载这个芯片的旗舰手机 你觉得应该多少钱 嘿 第一个问题简单啊 刚发布的新骁龙8呀 而这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想到大几千去了 来啊 只需要一个声音 Hello Moto 真正的良心旗舰机 Moto Edge X30 2000多的旗舰安卓时代啊 没想到吧 竟然是由Moto开启的 全系搭载新骁龙8 LPDDR5 UFS 3.1的性能铁三角 开启百万跑分 新时代 有144赫兹的刷新 10比特色彩OLED 真彩屏 不论游戏还是观影啊 都有极佳的体验 前后三主摄 还有HDR10加全链路影像体验的 镜头模组 来做生活的导演啊 你看 该有的主流配置一个不拉 再加上它搭载了 麦UI内原生系统 使用起来啊 干净便捷 内置也很少推送广告 这手机看起来就没短板呀 更重要的啊 我还特地搜了一下海外的定价 它在海外可是正常的旗舰价格呀 而在国内直接拉到了 2000多这个价位 这猫头要拿回国内的影戏呢 明显的都快贴脸上了 这今年的手机圈 有的看了